到福寿山赏风 两日游 要花多少钱 第一站来到 全台人气最强才神妙 紫南宫 据说有信徒 借三百还三百四十万 我要求不多 借我一千就好 另外这边的金纸 也都是受过训练的哦 第二站来到 台湾面积第二大的湖泊 日月潭 这里最迷人的是 层层相叠的山鸾 还有漫步调的生活 曾经这里的茶叶蛋 非常有名 现在最有名的是 九蛙下蛋 晚上我们准备前往 和花山看星星 这次搭乘的是最有名的 星辰号 暗空公园我们来咯 这里是全台唯一 亚洲第三国际暗空协会 认证的暗空公园 有星星王子 专业导览解说 加上多年经验的拍照技术 真的是十分经验 又特别的业游 拍到欲罢不能 拍到不想回民宿休息了 最后一站来到 我们的重头戏 福寿山 枫叶逐渐转换为 五彩缤纷色彩 交织出动人的 绝美风景 虽然这边被戏称 远得要命的农场 但是 每年还是吸引 很多人 来这里朝圣 每成这样 再远都要来一趟 又是愉快的假期 点点赞 和合同 一起去旅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